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活着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明镀 她坑掉了我一半的家产 你说吧 我怎么报答她 夫人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但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了芸汤 你看她 她都残废了 好啊 那你给我乖乖地回佟家 让佟家的仆人 全都对你言听计从 让他们证明 在佟洪氏去世之前 曾经当众宣布 佟家所有的财产 全部都赠予给你 然后 你和杜允威联合 找个时机 逼佟宇婉签署 放弃佟家财产继承权的文书 你笑什么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往后的三个月里面 休想找到人 帮你做什么房产改名 遗产公正 要是沈志佩 她都倒向了革命党 那日本人 只能把她干掉 沈志佩一死 整个上海就会乱掉 那你说到那个时候 谁会帮你做这些事 沈志佩身边戒备森严 谁能暗杀得了她 别人不可能 但有一个人野心极大 而且被逼到绝路了 还有 她和沈志佩的家人 关系特别好 只有她 才能实现绝杀 你说的是黎绍峰 当古事收盘的时候 她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杀气 你可以派人去查一查 看看她到底去了哪里 都干了些什么 天哪 我得赶快去见沈志佩 将军有令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混账 我有要是见将军 耽搁了你担待的起吗 金夫人 别来无恙啊 我有要是要见沈将军 希望方副官能通融一下 正巧 我也是特地来传达 将军的命令的 所有士兵听令 将军有令 闲杂人等胆敢妄议正事者 先蹲颁放十天 我必须见沈将军 方桐 你敢帮夫人一下试试 这里是将军府 不是日本人的地盘 没什么我方桐敢不敢的 来人 把他们带走 走 我跟你说 你不让我见他 将军会后悔的 我相信 将军如果见了你 会更后悔 你 带走 走 快走 快 将军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 学没说大事了 夫人 他怎么了 有人说他怀了野种 他一时起不过 开了煤气 那他人呢 抢救过来没有 现在生命处于危 只想见将军最后一面 走吧 不对吧 尼古湾里怎么会有煤气呢 李少风 你敢骗我 不好意思方副官 借你用一下 李少风 你想做法吗 将军 我有话要和您说 逼不得已采用这种手段 你想为谁说话 当今列强 只有日本人肯在中国花最大的本钱 也只有他们 才能操纵北洋政府 与其倒向南北之争的任何一风 为何不直接投靠幕后操盘的人 将军 只要你肯交出京邦街把头 三下龙一线上 一定会全力保护您的 我可以接受日本人的情 但绝不会受日本人的威逼 如果将军不答应的话 那今天 我们怎么就同归于尽 李少风 我沈志佩纵横一世 害怕受你这种小人的要挟吗 我告诉你 你有种就冲我来 别过来 大哥 我不是李大哥 将军 大哥身边的人就是孙初山的暗棋 住口 李少福 你竟然真敢向我开枪 给我拖下去 上中行 将军 走 将军 走 沈志佩 你一定会后悔的 现在该轮到你了 安琪 是你教唆周庭臣背叛我的吗 将军 这不是背叛 住口 将军府所有的民感暗示号 都是你亲自布置的 你带着安琪突破自己的防守体系 算不算坚守自盗 周庭臣 你说的忠义我看不到 闪开 沈将军 您熟读古书 怎么就不明白忠义有大小之分呢 孙中山先生提出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是对国家的大忠 倡导天下围攻是对人民的大义 我希望将军能够与南方国民政府联手 按住被罚 笑话 我审指配大胜百余杖 当今南北政府都既怕我的势力 我凭什么跟缺兵少将的孙文联手 可你并非北洋当权派的嫡系 虽然你有上海王的头衔 但你的身边都是要抢你地盘的敌人 你独目难知 国民政府秉承孙先生的遗讯连俄连贡 保定为振兴中华二战的信念 必将众志成城 发展壮大 将军 我对您忠心耿耿 是因为这十多年来 你对我的栽培 但是我自从结识了革命党 接触到了一种新的信仰 能够让我 赴汤倒好 献出生命 只为国家统一民族富强 要是整个军队都能拥有这种信念的话 那谁能战胜他们 北伐之行势在必行 其实我和将军一样 都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 但是为了和平 请将军早做决定 说一说你们的安排 计划和条件 我可以同意你和国民政府合作 将军 国民政府邀请您尽快前往香港秘密会谈 达成联盟 根据我们的情报 北洋政府雪昊北 很快就会抵达上海 事不宜迟 请将军赶紧动身 我也想赶在北洋代表搅局之前启程 但是我需要一天时间处理一件交务事 在我办完之前 你们两个先待在密室 将军 这是我最后一件新事了 我最后一件新事了 我只问你一句 孩子是谁的 我不能说 你怎么说就等于赵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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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梅 谁给了你这么大的胆子 你怎么敢 对不起将军 还请您让我自行了断吧 将军 我和我孩子的生死都在您的一念之间 求您给我个痛快好吗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背叛我的事情 我问你 你对我有过一天的真心吗 将军 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承认这段婚姻 因为这是你强迫我的 可是当你叫我小女孩的时候 当你给我手帕的时候 当你像父亲一样疼爱我的时候 我想过 我想过安稳稳地做你的女人 可是你知道吗 你放弃不了那些风流应酬 我有一个人躺在床上等你回来 可是等不到 我等到的只有那些冰冷的珠宝 你明白吗 我的心就是这么被碾碎的 是被那些冰冷的珠宝碾碎的 你知道吗 你和云兰芝的混乡 我也不要 薛哥 甚至说得慌 他说第一次是冰冷 第二次能宽弱 第三次是灭旧 第四次是慈悲 可世间不会再有第五个理由 让谢云兰留在背叛爱情的 沈之沛身边 相军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放到一条生路好不好 只好无论你怎么处置我 让我怎么死都行 可以吗 孩子是无辜的 我求你了 将军 我求你给孩子一条生路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的儿子 他十岁了 也很想我 可是他只叫了我一声爸爸 就死在我的面前 这种痛苦 你知道吗 将军 我知道望迟 他是个好孩子 他很有花花的天分 我想 他在天堂里一定很高兴 有一个爸爸 这么想念他 我不会杀你 我不想再做孤家寡人了 我已经失去望迟 我不想再失去你 孩子的事我不追求了 这个孩子我就当时望迟 他一直投胎转世 他不是别的男人 他就是我沈志佩的孩子 你听懂了吗 但是我绝不会饶过李绍峰 我不能让他再利用你坏我的大事 出卖我 将军 不要 我求求你不要 他一直在替你隐瞒丑事 这种人 将来一定会把秘密当成把柄 不 不会的 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逼不得已的 将军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他好不好 我能原谅他 只有你和孩子 他 我求求你 他 不许你 他 你也许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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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自我夫人 是 好好休息 从现在开始 我会是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 好 我愛你 雖然你 夫人 将军说了 谁也不许出去 这是将军的命令 将军让林少峰 马上滚出上海滩 永远不要回来 将军呢 将军 将军连日劳累 已经睡了 他不想再看到林少峰 你还不赶快去 时间耽搁了 唯你试问 是 哥哥 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快走啊 我还真怕你在这大狱里面 熬不住酷刑 把我给供出来 真要谢谢你这个好妹妹 可以让我轻轻松松 就杀了你这个越狱犯 想杀而灭口 可惜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妹妹咱们都知道 除非你把他一起杀了 你 你答应给我什么 永远扶走我 永远不背叛我 我现在就去告诉神经 你准备你所有的肮脏勾当 不 你所有的肮脏勾当 不 你都会让他有事呢 嗯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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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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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你这个混蛋 阿嬤 阿嬤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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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过来 我快不行了 雪梅 雪梅你怎么了 没事的 雪梅 不要怕 有苦惨 没事的 雪梅 别害怕 别怕 你想想 我们以后有幸福的日子 我们一家三个会幸福地生活 我们没有幸福 我们罪孽太重了 用力点 用力 用力啊 雪梅 你看看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要给他取名字 叫诚意 他不仅继承了我们李家的事业 还继承了父母的业障 少枫 我求求你 把孩子带走吧 我不能让他看见这一切 我求求你 哥 我是 我的黑 ç钵 我isexual 就给你 我也觉得 乖 你 grandi roads 别 宪 以眼 融 王同啊 沈志佩已经死了 你赶紧投降吧 要不然 我把将军府给轰了 笑话 将军怎么可能死 大家不要挺的胡说八道 方副官 不好了不好了 将军死在卧室里了 到处都是血 弟兄们 我们一定要誓死效忠沈将军 看来 你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呀 来人 准备放炮 方副官 现在军心都散了 咱们还是赶快逃出去躲一下吧 给我冲 警察 将军哪儿 将军现在怎么样了 将军他被害了 我们的人垮了 承车 承车 谁 别拉动 你干什么 想送死我父亲 想报仇 你听我的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我们必须静观其变 来 少宝啊 群龙不能一日无首 我现在就任命你为 上海的临时保安司令 全面接管沈志佩手底下的 一切权利 好好干吧 谢谢特使大人 沈志佩还有不少亲信漏网 给我报尸三天 谁敢来收尸的话 给我割杀无论 将军 你死得好惨啊 九少君 你死得好惨啊 谁再敢动摇军心的话 他就是你们的下场 这件密室知道的人多不多 只有沈将军后 还有方通知道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 通往将军府外的一条暗门 我们的主力现在还在郊外大营 他们现在肯定不知道城里兵变的消息 方通 请你立刻从密室赶到郊外军营 赶在黎少峰之前 必须稳住嫡系部队 好 上海很快就会打乱 必须防止日本人趁火打劫 窃取京邦街马头的各种权利 最后就会被选择了 曹妃 小姐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这市区已经乱了 你一个单身女人容易被抢劫 去我家躲躲吧 快走 不行不行 我在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这什么样的电话 能那么紧急呀 快走啊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乔飞已经动枪了 不走不行了 快走 小姐 赶快走吧 不行 我再等电话 喂 对我是 沙盛找到了 因为兵荒马乱又走失了 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何董事 哎好 我一定要抢在日本人前面 拿到沙绳手里的地产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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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沙绳手里的 给我 夫人为了什么样 给水儿你们 我还能活下去的 给我的 给我的 是我的 干什么呀 我拿到 住手 夫人才刚刚过世 你们居然敢背叛金武 没有女主人 我们靠什么生活 就是 你能当女主人吗 你能吗 给我 给我 拿来 给我 什么 快拿来 给我 给我 你什么 小婉 这是我的 金夫人带你们布宝 你们对得起夫人吗 给我 小婉 给我 孙夏先生 你要替我们夫人做主啊 我还给你做主 我一手打造的金武 还有我那天衣无法的计划 都被这个愚蠢灿烂的女人 给我破坏了 金武 该换你主人了 孙夏先生 金武的女主人 非我莫属 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不仅拥有美貌 同时 我还拥有我丈夫的头脑 你丈夫的头脑 而我看到的 就是一个废物 想什么 像你没穿袜子 可恶 只有幼稚的人 才会取笑我这种不拒小节的人 你不是不拒小节 是慌不择路 外面兵变 你没等到杀生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但是你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你 只能来金武 碰碰你的运气 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些消息 环球邮轮 抵达上海 外国的报纸 就刊登一些贵宾的名单 这还用去调查吗 很好 他果然拥有一流的头脑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这个金武的主人了 不过 如果你不能够让我 得到金帮接码头 那么 这个金武的下一个主人 肯定会更漂亮 更精明 更长命 三下先生 你放心 只要 你像支持金夫人一样 支持洪远 我保证 我一定能够做到 金夫人 她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吃 松核楼的松树鲑鱼 你不帮我订 我自己订了 亲爱的 你想吃什么 我替你叫吗 允堂 你就乖乖的 不要去碰电话 不要给任何人通风报信 让我安心 好不好啊 你就像把我搁在保险箱里一样 是不是 对了 我之前问你要的那些情报呢 你不是都看过了吗 允堂 我想要那些 所有洋人俱乐部的门童 以及侍女 他们的情报 所有全部 好 你等一下 我给你拿 这不都是些废话吗 有什么好看的呀 我现在不是在这单身上 我上班 我上班 也不是在这单身上 我上班 我上班 你上班 你下班 我上班 去时 没有墨水了 墨水呢 这个破屋子 连一瓶墨水都没有吗 雨娜 你乖乖的 我去给你取 灌墨水呢 只要灌七分 就好了 我记住了尹堂 以后啊 就这么给你怪 好了 你把这个拿给杜远威 他看了以后 就会乖乖的 把杜远石叶的空壳子 传给你 云堂 你太棒了 你太厉害了 云堂 云堂 我先去了 我先去了啊 我先去了 我先去 我先去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